内房信贷环境有温和回暖迹象,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部署市场捉底后的投资策略,而当中能够安然度过这段动荡时期的房企都会被看高一线。 好像我上年访问过的汇景控股9968就没有受到债务危机影响。 公司甚至可以借住行业出现窗口期,逆市收获几个高价值项目。公司上半年新增5个项目,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,6月底指土处于350万平方米,包括26个项目及5幅代开发地皮,分布大湾区,长三角城市群,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余城市群共12座城市。 我早前于一个班长长合与汇景副总裁杨伟辉再次碰面。 恭贺公司禅联房企大长之余亦同他谈下公司现况。 行稳致远是众多企业的目标,但要平行发展与稳阵绝不简单。 杨卿解释,公司开拓新市场时都会深入研究目标城市,务求充分掌握当地市况。 绝对不会贪快或普投机心态冒险落旗。 谨慎的行事作风,令公司可享有市场占有率和一定增长。 同时保持财务稳健,回顾过去17年里程。 杨卿认为汇景能够一直动策国家政策动向,并不是偶然或幸运。 而是新勞研读宏观经济的成果。 今日公司于大湾区房地产市场占一重要席位。 有赖多年规划,亦为公司打好根基向外拓展至华南。 华中及华东地区,物业销售方面。 上半年合约销售额预64亿元人民币。 下同 按年标升1.6倍,交付楼面面积近40万平方米。 按年升6.7,中期收入增近36至30亿元。 顺利则升48至4亿5000万元。 另外,公司被外監与为城市更新专家。 由2013年开展城市更新业务以来,已逐步在东莞市内多个高增值区域增添据点。 今年上半年,占地面积于77000平方米的沙田廉州片区项目已完成三个改造及办理好相关许可。 可开工建设,另外两个改造项目为处将木头宝山片区和府门新湾片区。 亦取得良好进展。 公司亦于上半年获委任为红梅红屋窝片区项目前期服务商。 现总共为8个项目提供前期服务,占地予200万平方米,公司并正争取其他12个项目的前期服务商资格。 涉及用地面积280万平方米,有望进一步扩大旧改服务规模。 城市更新能优化社区环境,是多赢方案,除够改外,汇景更提倡产,成,人融合发展,为城市制造更佳居住条件和促进产业升级。 提升城市竞争力,因此,公司以城市更新为核心,以文旅康养和科创产业为副线,希望能产生协同效应。 公司同时积极于旗下综合发展项目引入商业元素。 上月中下旬将木头汇景成开张,当日吸引8万5人次进场,出租率高达9成6。 多个品牌更突破营业额纪录,带旺当区营商气氛。 多个品牌更突破营业维可分配商区营业维可别发展项目引elet两方赢。 前景将顶路上仙录像不成功以来集中处疑数业次章位于展Sec。 2、还有標诌。